文化艺术为科技产品赋能 武汉创科艺术节引领文创跨界新风向 艺术家与科技企业精彩碰撞的创意工坊评选揭晓 菲利普、锦小雷等中外艺术家获奖11月22日 为期两个多月的2019武汉国际创科艺术节 在红山区也指湖畔落下帷幕 应邀参与创意工坊的意大利艺术家菲利普 就感受到了武汉浓厚的艺术氛围 作为武汉创科艺术节的重要环节 创意工坊以其独特模式引人关注 姚华介绍 创意工坊邀请优逼选 李慧城等高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方案 与知名艺术家高校艺术团队来展开跨界碰撞 为艺术家注入科技力量 也使文化艺术为科技产品赋能 意大利的菲利普也表示赞同 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让艺术家有更好表达呈现 这是国际潮流 姚华告读记者 2020年武汉创科艺术节还将继续举办 并发力未来实验室 在创意工坊的平台上 让技术、人才、产品等互相融合 孵化出更多项目